我们在飞机上认识的 就是15年的春节 正好就是赶上大学里的reading week 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回国过年好了 是回程的飞机上 就是从沈阳飞到北京的飞机上 这个人就坐在我的旁边 他看iPad里面的资料好像都是英文的 我就问他 你也是留学生吗 没想到他也是在加拿大留学 然后就特别巧 我俩就这样聊了一路 我觉得他还挺实在的一个人 刚认识吗 也不是特别熟 但是我就是想让他抱我拿一下 然后他什么事 二话没说就去抱我拿了 感觉跟他聊天特别自然 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也没有什么刻意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很不懂浪漫的人 就是当时我也算是理工男嘛 就是直男 然后也不懂什么浪漫 我就是觉得就买个花就好了 然后我去开车去找他 然后当时他也是在跟朋友一起在打保龄球好像 然后我就在外边等他 这哥们在车里就睡着了你知道吗 等他出来之后 他就坐上来了 然后坐上来 当时我也挺紧张 我就跟他说 哎呀 做我女朋友啊 花在后边呢 然后我也没有双手奉上的那种过程 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可能照我现在 我可能就跟这个人说拜拜了 决定在一起之后 我们因为学业和工作的原因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 分别各自辗转了几个不同的城市 但他能保证我们每周都可以见面 无论我在哪儿 无论多少车程 四年车表盘上的十四万公里 就是我们奔赴彼此的最好见证 不管我在哪儿莫爬滚打 周末和他在一起的地方才是回家了 在分隔两地的期间 我们利用一切在一起的时间 丰富我们的生活 只要时间允许 我们都会一起出去走走 于是 纽约的时代广场 芝加哥的大学城 洛杉矶的环球影城 古巴的老街 坎昆的白沙滩 伦敦的白金汉宫 爱鼎堡的皇家一英里 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在一个陌生的国度 和其幸运 可以和一个节拍一致的人 相知相遇 可以和他有一个 能称之为家的地方 于是 2018年的夏天 我答应了他的求婚 在秋天的暖阳里 我们有了一个简短 而温馨的登记仪式 从此 我的名字 你的姓氏 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 生活多了一份责任 原计划中 我们的婚礼应该是去年的五月 可事事难料 疫情迅速蔓延全球 我们也在这猝不其防的变化中 努力适应 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好消息 这一年的夏天 我们搬进了第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里 从此 周末比上班还忙的日子开始了 我们盖子到了许多新技能 比如 把地毯换成地板 前院的砸草坪 经过自己的设计和改造 换人一心 看着自己动手的成果 除了要溢出来的成就感 还有更坚定了我们对彼此的信任 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愈发憧憬 他比较懂得照顾我的情绪 因为我不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 就是生活和工作的时候 遇到一些变故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一旦有压力 我就会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就会发脾气 但是他能很及时地捕捉到我情绪的变化 然后想办法就去平复他 他心里总是会想着帮我想的事 就是虽然他嘴上总说觉得 跟他嫁给我挺心累 就是我有时候确实 因为我跟性格有时候不是太想事儿 然后有些事情拖拖拖拖 拖到最后一刻啊什么的 这是我的缺点 我也知道 然后他就是总能帮我想着提醒我 就是我觉得我俩就是相当于是互相成就吧 就是他也在努力的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 然后我也是在一方面某种程度上让他就是变得更好一些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一个特定的事儿 其实就是我们相处这么 相处这么长时间以来吧 你看泪点开始低了 突然间的那个 其实我感觉就是生活中就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了 就包括就两滴的时候他很他能坚持这么长时间 因为每周开往返四个小时也挺不容易的 然后包括就刚才讲也是情绪上很照顾我 然后包括一些家务啊什么他都会很主动去干 就是一点一滴积累的我就觉得这个人是可以值得托付的一个 所以说就 这剧本开始一个人 我认真写着我们走过红尘再也不怕了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走进这个殿堂 今天我们终于可以走进这个殿堂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我想说 我说 谢谢你愿意穿过这嘈杂浮躁的茫茫人海找到我 牵住我的手 给我一个港湾 遇到你之前 遇到你之前 我从未想过对一个人期许未来 遇到你之后 我从未想过和其他人共度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依然是一家人